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1月28日 在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之际 中共派出27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与军队高层召开会议 台海紧张局势似乎再次升级 台湾国防部表示 周日 27架中共飞机进入台湾防空区 包括18架战斗机和5架去有核能力的H6轰炸机 还有首次出现的Y20空中加油机 台湾对此进行了紧急拦解 广播驱离和追踪监视 此次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拉脱北亚及爱沙尼亚的国会议员抵达台湾 将出席12月初在台北市举行的开放国会论坛 代表团也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 立法院长游锡坤 行政院长苏贞昌等 立陶宛因为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处 已成为全球反对中共的先锋 绥靖成员也包括 被中共列上黑名单的立陶宛国会议员萨卡·利埃内 他表示 这次访问是鼓舞人心和有意义的 立陶宛深刻理解台湾与其全国家为邻的处境 萨卡·利埃内还表示 被中共列入黑名单 觉得很荣幸 本月美国议员也进行过两次访台 在两次美国议员访问期间 中共分别派军队在台湾海峡方向进行所谓的战备巡逻 并派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拜登政府主办的首届民主峰会 定于12月9日至10日在线上举行 受邀参加的有110个国家 台湾也赫然在列 著名评论人士颜纯沟近日在脸书发表文章指出 民主峰会是拜登政府的大稿座 史上本没有什么民主峰会 这完全是美国鉴于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 为对付独裁的中共想出来的一个主意 严成沟比喻道 就像一个村子里有恶棍欺负村民 村民懦弱怕事 忍去吞声 但有一日 有大户人家登高一呼 村民集结起来 互相照应 共同对敌 那时恶棍便泄了气 不敢胡作非为 美国召集这么一场峰会 就是要制止中共作恶 逼中共尊重规矩 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一次空前的集结 先前民主国家各有各的厉害 彼此有不同性质与规模的争端 各自有问题 各自去解决 这种风化的局面被中共利用 但这一次是民主国家针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中共 大家基于共同厉害 放下彼此纷争 目标一致就是遏止中共 严川沟认为 民主峰会引然形成国际上敌对的两大阵营 正如二四大战时 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对立 以民主为一方 以独裁为另一方 民主国家以道义为号召 独裁国家以厉害为依规 俄国虽与中共国同时被排斥 但俄国与中共各有心病与盘算 普京已公开声明 不会与中共结盟 做朋友可以 做盟友就免了 至于其他未收邀的国家 如新加坡 越南等 与中共也是互相利用 避免选边战而已 绝不会成为死党 称得上死党的大概只有朝鲜 古巴 缅甸 阿富汗等数丁小国 他们惯于吸中共的血 一旦战祸起 只会跑得比兔子还快 最后 世界民主峰会是美国应干中共的一大部署 美国多年来 大已失青州 盟国兴散 联合国属下机构被中共拿走大半 中共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反而美国竟慢慢被边缘化 借世界民主峰会的基础 110个国家 各个在联合国都有投票权 美国是将重组它在各大国际组织中的票源 夺回中共的主导权 美国重回主场 轮到中共被边缘化 中共面对这样的局面 一筹莫展 必将处于长期被排斥的地位 要改变自己的处境 除了守规去 辅救世界大潮 就剩下打仗一个选项了 最近 基辛格预言中共十年内不会打仗 美国重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罗杰斯 与军事教授高斯丹却都预期 中共会在明年冬奥后发动战争 基辛格太乐观 罗杰斯太悲观 中共在面临全世界杯格 国力逐日应干 迟早会面对负面命运 中共要打仗 只有在不打就会瓦解的条件下才会孤注一掷 习近平不会做事 前苏联自我解体的命运发生 在此之前 做生死一搏 打得赢万幸 打不赢一了百了 众所周知 自去年美国大选后 前总统川普对于是否出战2024年大选一直没有表态 然而 川普26世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 今时 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都与一年前不同 他相信 若是他决定出马再战白宫大位 将会胜选 川普指出 拜登曾考虑持续推动前朝的美加输油管计划 但却在上任后立刻终止 川普认为 这样的能源政策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升高 而阿富汗撤军行动更是不光彩的耻辱 前一天的采访中 川普还对台海议题发表看法 他认为 自己当政时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尽管有能力对台湾进行挑衅 但是中共并没有派轰炸机飞越台湾 可如今不同了 据悉 川普最近在五个关键州办民调 测试政治水温 想了解再战2024年自己胜选的几率 据政治网站取得的备忘录 川普在五州当中完胜拜登总统 领先服最少为三个百分点 显示川普在共和党内初选依然是重磅人物 翻转那五个关键州 川普将夺回白宫宝座 这五个关键州分别是 亚里桑那 乔治亚 密西根 威斯康辛及宾州 共和党民调专家法部里其欧指出 民调结果可见 川普依然是共和党内最重磅人物 若是2024年初来选 仍将取得党内提名 川普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人指出 前总统目前专心置之于中期选举 川普身边的幕僚认为 中期选举 若共和党掌获国会参众两院至少一个 川普就会宣布再战白宫 目前 川普正卯足尽准备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在12月2日举办迄今规模最大的募款会 届时 共和党最大金主 可能都会聚集到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 据英国金融时报透露 中共在7月27日测试了高超音速武器 飞行器已比5马赫还快的速度穿越大气层时 在南中国海上空发射了不明物体 外界认为发射的是一枚导弹 据大众机械网报道 金融时报说 这物体差了约24英里 没有达到中国的目标 后来坠落境内 值得关注的是 飞行物的描述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相吻合 至于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 投放的到底是什么 有评论认为 最可能的推测之一 或许就在于穿透弹道飞弹防御 美国官员认为 中方高超音速滑翔体投放的可能是 空对空飞弹或是反制物 也就是当高超音速武器接近目标时 用来七体突防的东西 然而 在太空火箭上发射空对空飞弹 接着环绕地球飞行似乎有些夸张 而且不符合成本效益 防止和扩散评论期刊编辑 波拉克说 那可能是诱饵 在于引开拦截飞弹 波拉克认为 最可能的就是反辐射飞弹 他指出 这类飞弹在最终阶段 瞄准追踪高超音速滑翔体的雷达 让雷达瘫痪 理论上就能让终端防御系统失效 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将军此前 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测试 非常令人担忧 不过 单在北京方面 访认相关报道 声称 中共测试的是航天器 并要求美国别死盯着中共的高超音速飞弹 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分析说 在传统军事力量上 中共远不及于美国 所以中共知道需具备所谓的 不对称战力利于不败之地 高超音速导弹是很好的选择 而还在初始阶段的高超音速导弹 中共当然要否认 美国海军和陆军正在合作开发新导弹 该导弹被称为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 或CHGP 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或其他军事部门 正在设计的其他滑翔飞行器不同 美国军方表示 CHGP可以在一小时内 消灭地球上任何目标 美国陆军计划将CHGP 与公路移动式导弹发射器相匹配 但海军计划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来装备几艘潜艇 一旦CHGP达到作战能力 堵塞V弗吉尼亚旗潜艇 海军的几艘俄亥俄级导弹潜艇 和中母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 将计划搭载它 美国空军也曾是开发计划的一部分 但却放弃了 而是选择进一步 开发其空射快速反应高超音速武器 拥有常规武器的 高超音速导弹能力的优势之一 是在发生冲突时 减少核武器的使用 高超音速提供的是 先发制人能力 可以让常规炸药 比洲际核弹道导弹 更快地摧毁高价值目标 从而有可能降低 未来核冲突的严重性 沃尔夫负责令认为 美国了解高超音速技术 但由于战略重点 是对抗中共和俄罗斯 最近才对它产生了迫切的需求 虽然布尔夫专注于 进攻性高超音速技术 但他说 他经常与导弹防御区局长 希尔副上将交流信息 以帮助导弹防御区 确定防御俄罗斯 和中共的高超音速能力的最佳方式